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國經濟低迷 源於習近平的四個步 澳對中共國信任度僅剩17% 其成由中共20年內成軍事威脅 俄美 普京最快本月出訪北韓越南深化盟友關係 獲企房地產 中國正面臨40年來最大經濟危機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6月10日星期一 您的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會幫助我們成長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國經濟低迷 源於習近平的四個步 中共20屆三中全會將於7月在北京召開 通常三中全會會為未來的經濟發展指明方向 但此次卻姍姍來遲 顯示習近平對修復中國經濟的興趣不大 華府智庫 中國問題專家總結了四種看法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6月6日發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顧問 甘斯德的文章提出以下觀點 一 他不知道 習近平對中國經濟狀況不佳一無所知 因為中共官員們只向他提供正面的報告 擔心他會責怪傳遞壞消息的人 二 他不知道該做什麼 儘管習近平消息靈通 但面臨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 如房地產危機 地方政府債務 生育率下降 不平等加劇等 中共領導層在一些問題上進行長時間辯論 推遲了決策和新政策的推出 三 他不在乎 習近平的首要任務是加強中共的權力壟斷和個人的政治主導地位 他願意為了民族主義和中共的統治地位而犧牲經濟 四 他不同意 習近平認為 控制先進技術對中國經濟和戰略需求至關重要 優先發展國內技術 掌握全球供應鏈主導權 中共領導層認為他們的計劃正在奏效 如電動汽車和電池領域的主導地位等 多數受訪者選擇最後一種看法 認為習近平目標明確 果斷 投資從房地產轉向先進製造業 大力支持新興技術 促進增長和國家安全 支持這一看法的人分成兩陣營 一方認為中共領導層犯了戰略錯誤 另一方認為中共領導層可能證明批評者的錯誤 但如果不能 可能引發重大經濟危機或公眾抗議 甘斯德表示 這項非正式調查表明 中國社會各界與中共領導人之間 以及北京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分歧正在加劇 預示未來將出現更多的緊張和衝突 澳對中共國信任度僅剩17% 其成由中共20年內呈軍事威脅 澳洲智庫羅伊國際政策研究院 20年來每年都會進行民意調查 今年的調查結果還顯示 澳洲人對日本的信任度在所有國家中最高 87% 對中共國在世界上以負責任的方式行事的信任度較低 僅為17% 羅伊國際政策研究院稱 這一信任度與6年前的52%相比大幅下降 71%的受訪者表示 中共國將在未來20年內成為澳洲的軍事威脅 在3月份接受調查的2000人中 澳洲大多數人 83%仍認為美國的安全聯盟非常重要 63%的人表示 美國的安全聯盟是澳洲免受來自中共的攻擊或壓力 儘管3%的人也認為 美國聯盟是澳洲更有可能捲入未來的亞洲戰爭 對美國的信任度比一年前下降5個百分點 為56% 70%的人認為 來自其他國家的網絡攻擊被認為是最大的威脅 59%的人對臺灣 57%的人對南海潛在衝突的擔憂也很嚴重 在被問及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時 68%的人表示 他們更希望看到拜登再次當選 而3分之1 29%的人更希望看到川普當選 俄媒 普京最快本月出訪北韓 越南 深化盟友關係 俄羅斯新聞報今天引述外交消息人士稱 俄羅斯總統普京將在數週內訪問北韓和平壤 俄國駐北韓大使馬歇戈羅證實 普京將訪問平壤 目前正積極準備相關工作 報導稱 普京最早可能在本月內訪問越南 並可能在結束北韓行程後立即轉往越南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去年9月曾致俄羅斯與普京會談 金正恩當時造訪了遠東地區的東方太空發射場 普京還承諾駐北韓打造衛星 克里姆林宮曾表示 希望在所有領域予以北韓建立夥伴關係 但尚未確認普京出訪的日期 自俄軍全面入侵烏克蘭後 俄羅斯加強了與北韓和伊朗等美國敵對國家的關係 引起西方國家擔憂 新聞報表示 普京和金正恩將討論俄羅斯引進北韓移工的問題 俄烏戰爭導致俄國面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 男性不是去參戰 就是為躲避勞動力而逃往國外 普京上一次訪問北韓是在2000年 也就是他出任俄國總統的第一年 獲企房地產 中國正面臨40年來最大經濟危機 阿波羅網王篤然分析 失業降薪 工作難找成為年輕人話題 接盤 斷供 資不抵債則是中年人的痛苦 外媒普遍認為 中國正面臨40年來最大的經濟危機 陸媒價值性財經分析 這場債務危機是於2020年底出台的樓市三道紅線 導致房企融資渠道被斬斷 2021年6月恆大爆雷 迅速蔓延至其他民營企業 數不清的民營房企相繼爆雷 危機正式爆發 中國目前似乎處於危機的第二階段 危機尚未傳導到銀行 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老是 還貸意願強 以及銀行對房貸有追索權 使得房子即使被罰拍 仍需還貸款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分析 因為這是陸媒報導 所以只能往好了說 危機早已傳導到銀行 所以才有取錢難 明明是你的錢 銀行設置各種條件限制你 不讓你取 你存在銀行的錢 就變成了黨的錢 就不是你的了 此報導分析 儘管許多房企爆雷 但沒有一家正式破產 都在努力保交樓 延緩了危機全面爆發 當前 中國房地產相關數據的跌幅已超過平均水平 但由於體制特色 中國延緩了本應爆發的危機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分析 這是中共特色 明明大量房企破產 中共就是不許宣布 就一個字 拖 但這不能解決問題 可能導致臨界點突然到來 最新數據顯示 中國房地產投資下滑40% 新開工下滑65% 銷售下滑50% 百祥房企銷售下滑60% 此報導說 市場複速的力度和時間取決於去庫存和降息的速度和力度 國家對入場和降低購房成本激發需求是關鍵 當前 3000億元首期貸款顯得杯水車薪 因為國內的商品房庫存是74,533萬平方米 如果降低到2017年左右的水平58,923萬平方米的話 需要去化15,610萬平方米 按照中國百成均價16,396元每平方米計算 需要資金約為2.5萬億 假設按照市價9折收購 也需要2.25萬億 所以3000億元顯得是不夠的 後續增量貸款的額度顯得尤為重要 降息方面萬事俱備 就差美聯儲這股東風了 歸根結底 還得看美國的臉色 總體來看 中國市場復速尚需時日 關鍵在於政府如何採取有效措施應對危機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海外金融專家的分析基本都是 中國房地產跌幅深不可測 遠遠沒有見底 通知為一路描飾 Republic兩半月入城 印度活力 letting行為 通知汝い超隊職な了 � הש身份充電所 marca的職業 越ADEViley成為 或是接 stub建汁蜂式溜 風花絮